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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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工具它和这个MITMF相比呢 有它的优势 当然也有它的劣势 其实本身MITMF的这个开发者 开发这个软件的这个初衷 就是要弥补像ITMF这一类软件的一些个不足 它们适用于不同的场景 如果你的这个目标不同的话 需要去选择不同的这种类型的软件 然后发挥它们各自的长度 好 那么MITMF呢 它在设计之处本来就是一个 用来实现中间人攻击的这么一个简单工具 但是随着开发的不断进行 然后它的功能也不断的被加入 不断加入各种各样的功能 然后功能不断的完善 最后成为了一个统一功能的这么一个中间人工具工具 之所以称为统一的话 原因就在于说有了这个工具 基本上中间人相关的这些个功能 我们在这一个工具里面几乎就都有了 我们可以拿它实现中间人 然后实现欺骗 然后这个实现对流量的窃取 然后实现对流量的注入 然后实现对流量的修改 然后实现对流量的各种不同的路由方式 那么等等等等 对不同协议的这个协议内容来进行解码 然后这个拆包等等这样的操作 都在Adacab这一个软件里 它就统一都做了 所以和中间人攻击相关的这些功能 它已经是一个 我们不能称之为框架吧 它还可能称不上框架 但它已经是一个 几乎是集所有功能于一身的 这么一个软件 那么这个软件它的这个用途呢 其实首先还是中间人攻击 这一点还是没有变的 就是这是客户端 这是服务器 那么我是一个中间人 你所有的流量都发给我 我再给传给服务器 然后回报也是都要经过我 所以这是中间人攻击的一个特点 那么对于这个Adacab呢 如果说它收到的这个数据包 如果它已经实现了这个中间人攻击 无论是欺骗呢还是其他的方法 总之如果它实现了中间人 那么收到的这些数据包 收到的数据包如果Mac地址 是它的Mac地址的话 然后但是这个数据包的IP地址 却不是它 对于这种类型的数据包 它都会通过这个转发的方式 把它给转发到真正的这个服务器上去 如果说这个Mac地址也是它 IP地址也是它 那么对于这种包 那这个包就是发给这台机器的 它就直接接收处理就完事了 如果Mac地址不是它 IP地址也不是它 那么这种包它不会做转发 只有说Mac地址是它 而IP地址不是它的这种包 其实也就是 利用这个ARP地址器件 把客户端的这个 原本是要发给网关的 那个IP地址的包 但是错误的发到了 它的这个中间人的 这个Mac地址上 所以只有这种类型的这个数据包 Mac相同 这个IP不同这种包 大家会做这种转发 这是它的这个转发包的一个规则原则 那么转发的时候 就是使用这个三层的路由功能来进行转发 那么Ethercap呢 也被称为叫做这个最早可以支持 对SSH V1 这个第一版的SSH 这个协议来进行这个中间人攻击的这么一个工具 因为SSH我们都知道它是这个流量是做加密的 然后SSL也是做加密的 然后这个Ethercap呢 对于SSL 其实它的做法也没有什么新奇的 也是基于一个伪造证书来实现这个 这个中间人攻击的 然后对于SSH 其实也是大同小异 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也是在客户端和中间人电脑之间 来使用一对密钥来进行这个流量加密 然后另外一个一对密钥在这个到服务器端之间 中间人到服务器端之间来进行流量加密 然后中间在中间人机器上 本身它是可以看到这个所有明文内容的 然后这个Ethercap这个工具呢 它进行了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模块化功能上 把功能上进行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模块化的划分 首先它的这个Sniffer功能 就是这个真听包 这种这个秀探这个功能 然后以及它的中间人这个功能 以及它的过滤筛选的功能 以及它的日志功能 还有它的插件这样的功能 那么它都是做了一个模块化的一个这个分割 既然称是模块化的分割的话 那么其实也就是说 你Sniffer功能 其实是可以用别的软件来这个Sniffer抓包的 你可以不用Ethercap本身的Sniffer 你用一个WareShark或者TCP DOM去抓包也是可以的 那么只用这个Ethercap来实现中间人 或者是这个筛选等等这样的这个功能 这都是可以的 然后如果说你只这个这个 只想拿它做Sniffer 然后中间人攻击这个相关的功能 你可以用别的 比如说用ARP Spoof来实现中间人攻击 那么你不使用Ethercap自己的这个中间人这个功能 用别的来实现这也都是OK的 所以它既然是这个高度模块化 然后每一个模块呢 它的功能都是可以用其他的软件来进行替代 当你如果说出于某种考虑 或者某些个这个限制要求的时候 那么你完全可以把Ethercap拆分开来使用 只用它其中的某一块的功能 这些都是OK的 那么需要强调一点的就是Sniffer功能 那么大家一说到Sniffer呢 那么似乎都觉得它只是一个锈碳包 锈碳包的这么一个功能 但实际上在Athercap里面 它的这个Sniffer这个模块 不但同时负责这个锈碳包 同时还负责这个包的转发功能 所以这点是大家需要注意一点的 就是负责数据包的转发 也就是说发过来这个Mac地址是我 但是IP地址不是我的这种类型的包 我就给它转发出去 转发这个功能是由Sniffer这个模块来完成的 那么我们在之前的章节 像无线那一张其实给大家说过 这个做这种 这个可以 如果一台机器有两台网卡的话 可以通过网桥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桥接 然后让一个网卡进入另外一个网卡出去 或者你即使只有一个网卡 也可以这个开启IPForward的功能 也可以开启这个IPForward 开启这个功能之后 那么系统内核就会来进行这个包的三层的转发 如果IP是另外一个网络的 那么我就会通过三层的IPForward的转发功能 把这个包转出去 那么但是在这个Ethercap里面 Ethercap的Sniffer功能 它分成两种模式的Sniffer 一种称之为叫做Unifield Sniffer 一种称为叫做Bridge Sniffer Unifield Sniffer呢 其实这个就是统一的单一的 这么直接翻译 通过这个名字 大家也可以猜到 它是这个单一网卡的情况下来使用的 那么在单一网卡的情况下 我这台卡里它只有一个网卡 欺骗的时候来这个进包是这一个网卡 初包也是通过这一个网卡去转发包 所以这个时候它只有一块网卡 这符合我们大部分情况下的这个PC机的情况 因为大部分PC机只有一个网卡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 在这个Unifield这种模式下 那么它转发包的时候 这个转发的功能 是用Ethercap自己的Sniffer模块来完成的 而不是由操作系统内核的 IP Forward的功能去实现的 那么我在网上看到 不止一篇技术文档都在写 说你要使用Ethercap 那必须先把这个IP Forward的 内核的这个IP包转发功能把它启动起来 其实这个操作是完全没有必要 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 因为即使你把它启动起来了 那么Ethercap在启动的时候 那么如果你选择是这个Unifield 这种Sniffer方式的话 那么它也会强制的把IP系统内核的 这个IP Forward的功能给它禁止掉 所以你即使起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这个有很多文档都是这么写的 其实都是一个错误的理解 那么默认情况下 Unifield下 那么它就是通过它自己的这个Sniffer 模块这个功能来进行报的这个转发 也就是说是由Ethercap本身来实现报转发的 不是用操作系统的这个IP Forward的转发 而且它会默认就禁用你的IP Forward功能 这是第一种情况 Unifield它是有一块网卡的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Bridge 既然是Bridge 桥的话就得有两头 就是两块网卡 比如说这是一台机器 那么它有两块网卡 一块网卡流入的这个流量 可以从另外一个网卡给它路由流出去 然后在这种模式下 这个因为是网桥 网桥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把它视为是一根网线 可以形象的把它理解成是一根网线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双网卡这个网桥模式下 这种情况下 我们有很多这个 包括Ethercap自己官方的文档上 也说这其实相当于一种一层的 这个中间人工历 其实也就是说 我这有块网卡 然后这有块网卡 这个网卡呢 接这个外面的这个路由器 然后你其他的这个电脑 其实就可以把我视为一根网线 直接跟这个网关去进行通信 所以这种通信方式下 几乎是没有任何可能 几乎是没有办法去发现 这个我正在被中间人工历 所以这种隐蔽程度极其的高 它比这种单网卡模式下的隐蔽程度要高得多 因为单网卡模式下 它在如果工作在交换机环境下的话 那么它必须用ARP地址气垫啊 什么SMP的这个 重定像啊 等等这些个方式 把流量引到自己的一个网卡上 那么如果你网络基础知识够扎实的话 那么你去抓包啊 然后去分析啊 总是能够查询到一些迹象 发现现在有人在做这种这个包的重定像 但如果是这种网桥这种模式 那么它是自己机器的两块网卡 在这直接来个这个流量的这个桥接 跟一根网线一样 把这连了一个网线 那么你这个使用者这边 你看到的网关的IP还是他 网关的Mac还是他 但是你所有的流量都是经过中间人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是从使用者这个角度 是很难发现你已经被中间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ARPAP 它可以作为一个像类似于像ITS 这种这个根据包的内容 来进行这个数据包过滤 什么样一种这个ITS设备来使用 那么既然有两块网卡 那么可能就有的同学 会这个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 说既然是两块网卡 我能不能把它就本身 ARPAP这台机器本身作为网关呢 一边接内网一边接外网 那么答案是不可以 原因就在于 这ARPAP它是一个桥接的 桥接的就把它变成一个网线了 如果你的网关是这个变成一根网线了 那么你在上面这个 大家稍等我一下 好我们回来继续 那么就是网桥模式下 我们是不能把它用在网关上的 用在网关上它就透明了 所以这个安全性上不有问题 所以它不可以用在 在网桥模式下 它是不能用在网关上的 那么其实也有用在网 把这个ARPAP用在网关上的 但是不能是这个 得是另外一种模式了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就是sniffer 就是sniffer这个模块 它负责包转发 又分成两种类型的sniffer 然后呢这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中间人 中间人这个模块 中间人攻击这个模块呢 其实它的作用其实很简单 就是用各种办法 无论是ARP地质漆片 还是SIMP重定向 还是DHCP 还是什么什么方法 总之 这个它是要把流量 重定向到SPEP这台机器上 只要完成了 把这个流量 这个从正常的客户端到服务器之间 给它重定向 经过了这个中间人这台机器 只要实现这个目的 就是这个实现了中间人攻击 对就是把流量引到 AtherPath 这台主机上 然后由AtherPath 去对这个流量来进行 真听分析 这个解包 发现里面的这个 有用的数据内容 等等这样的一些的目的 好 那么这个我刚才也说了 可以 其实可以使用其他工具 来实现那个 这个中间人 这个 这个功能 比如说用这个ARP SBOOL就完全可以 或者用其他的这个工具 也是可以的 然后在 如果使用其他的工具 来实现那个中间人的话 AtherPath 就只做锈碳和锅密包 或者转发包 这种 作用 来进行使用 好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说这个 既然你说中间人 那么 可以有多种方式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AtherPath 这个软件 它都支持 哪种 哪些种类型的 这个中间人 的这个 效果 首先第一个ARP地址器件 这个是我们一直在用 而且这个使用最广 这个之前这个大部分的 给大家做的演示实力 也都是基于ARP地址器件 来实现的 中间人工具 那么原理 我也已经给大家说的 比较透彻了 也抓包 存放 自己编辑 编辑数据包的内容 也都给大家演示过了 所以这里不再多说了 下面再看一下 他AtherPath支持的 其他的这个中间人工具的方法 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个ICMP ICMP我们都知道 发PIN包的时候 是ICMP协议 但是ICMP其实一共有 这个0到15 一共是16种 这个 头的这个 这个包的类型 这个标记 我们发PIN包的时候 是发的这个 是ICMP的这个 8号这个PIN 这个数据包 然后回 回PIN包的时候 回的是这个0号数据包 那么 那么其实ICMP这个协议呢 还有其他类型的这个 这个数据包 它的作用会一样 那么有一个类型的数据包 就是用来做这个 路由充电像 路由充电像的意思呢 也就是说 从我中间人 这台电脑上 我还是来简单的画画一下图示 那么 这是客户端 服务器 然后这是我的中间人 我从中间人的电脑上 向这个客户端机器 比如说这是网关 这是网关 我从这个中间人的电脑上 向客户端机器 发送这个SMP路由充电像 SMP路由充电像的作用 就是来向网络里通告 最好的这个路由线路 原本 那么它可能这个上网的流量 是通过这个正常网关 去转发出去的 但如果说我这台机器 我这台卡列的机器 那么它向网络里 发送SMP路由充电像的这个通知信息 在这个网络里所有的电脑 都接触到这个信息之后 就会这个 当然我发的包呢 我就会声称我自己是一个 上网的一个更优的 比这个更优的一个这个路由选择 所以既然是更优的路由选择 那么下回这个客户端机器 接到这个路由充电像的请求之后 就会把自己的包 发送的包 充电像 发给这台机器 所以这是另外一种 这个实现中间人的这个方法 既然我可以骗你 让你把流量发给我 我可以这个通过三层路由转发出去 然后你的回包回来之后 那我也可以再给你转发 回给你 这样也可以实现一个 这个 这个三层路由 但是这里面会有一个限制 我这里必须要强调 这里面有一个限制 我们刚才说这个 去包是经过卡列这台机器的 然后回包也经过卡列这台机器的话 那么我们把这种情况 去包回包双向都经过中间人的机器 我们把这种情况 称之为叫做全双崩 但是呢 这个SMP这个重镜像 我可以向客户端发 客户端会接受我这个SMP重镜像 选择这个网关 但是当我把这个SMP重镜像 发给网关的时候 它本身就是网关设备 它是不接受这种数据包类型的 所以即使我向他发送数据包 发送SMP重镜像的数据包 说你要发给他的包 你发给我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是失效的 对所有网关设备 这个SMP重镜像的包都不成效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其实最终得到的一个最终的结果 SMP重镜像实现的这种重镜人攻击 它其实是一个半双崩 也就是说 从客户端发过来的包 可以经过我 可以经过我重镜人 然后把它转发给这个网关 有网关再转发出去给真正的福气 当这个回包回来的时候 然后有网关 就不再经过我重镜人了 而是直接还给客户端 所以这个路由的过程是这样 从它过去 然后再从它回来 然后 这样 是这样一个不对称的这么一个路径 所以它是一个半双崩 并不是一个全双崩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只能 如果说锈碳还是做包的注入 无论是锈碳还是做包的注入 我们只能 对客户 由客户端发出的这些包 来进行锈碳 来进行注入 只能做这么半边通信过程 完整通信过程的一半的这个 流量的内容的检查呀 注入啊 只能做这么些的 而对那一半 对这边这一半 我们是无能为力的 就是ICMP路由重新像 这种重建人攻击方式 它的一个局限性 好 这是第一种 ICMP路由重新像 第二种叫做DHCP DHCP其实它这个很好理解 就是我在网络里面 这有点乱 我稍微擦一下 我们重新画一下 客户端 中间人 然后这个网关 那DHCP呢 默认情况下 一般在网络里面 都是有核心交换机 或者是由这个网关路由器 由他们来做这个DHCP服务的 比如说是核心交换机吧 我们就假设是这种情况 有核心交换机做DHCP 然后这个 你有新的电脑连入网络的时候 有核心交换机给你发送一个IP地址 那么如果说我这台CALI的机器 那么我在我这台机器上 开启这个 EtherPath的DHCP 这种重建人攻击方式的话 那么我会把自己也伪装成一个DHCP服务器 而且我会以最快的速度 向这个客户端机器的DHCP DHCP的Discover 或者是Request的这种数据包来进行响应 因为DHCP的四部过程 就是这个Discover 然后Offer 第一步Discover 第二步Offer 然后再Request 然后这边ACK 然后就获得了IP地址 所以这四部过程呢 我这个CALI这台机器 一旦想把自己伪装成DHCP服务器的话 那么我就要尽量快的响应这个 响应这个 只要发现了第一个和第三个这个请求包的话 我就尽快的给它响应 然后我在这个交换机之前 把这个包响应给这个客户端机器 从而实现一个什么目的呢 其实实现的目的很简单 唯一一个目的就是修改它的网关配置 让它的网关不再指向这个路由器的这个网卡 而是指向我这台机器的网卡 从而实现让你把我视为网关 然后我再把你发给我的这些数据包 再转发给真正的网关 然后由这个真正的网关路由器 把它转发到外面的真正的服务器 然后回到它之后 这个时候同样面临刚才SIMP 那种中间人攻击方式的一个问题 就是网关 它是不走DHCP的 它是不会把我这台这个中间人的电脑 视为它的网关 它不会把它的包发给我们 所以它的回报还是直接回给客户端机器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 它这种攻击方式唯一的目的就是修改网关 让客户端也是把它的这个出站 发出去的这个请求的包发给我 所以它也是一种半双工的方式 它和ARP相比呢 都没有办法 这两种方式都没有办法实现全双工的这个攻击方式 那么下面这一种 除了这两种之外呢 那么ARP还支持另外一种叫做交换机端口窃取 端口偷窃 就是偷交换机端口 这么一种攻击方式 这种攻击方式呢 它是适合于在这个已经进行了ARP地址的这个静态绑定的这种这个网络环境下 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在说ARP地址欺骗 ARP地址我们之前说它是基于传闻的 然后你发给它什么包它就信什么包 那么所有的这些ARP的这个缓存信息 都是动态的存在客户端机器的这个缓存里面 比如说我们这样来看一下 你会发现像这个192.168.1.1它对应的这个MAC地址 后面这个类型都是动态动态的 除了这些和祖播和广播这些是静态的之外 我们凡是通过动态学习的 这个地方全显示的是动态类型 那既然是动态类型 就是如果一会有人说声称另外一个 说1.1.1对应的MAC地址不是这个 是另外一个MAC 那么我也会相信 我会根据那个声称的内容 来更新自己这个ARP换存的内容 那么这是动态情况下 但其实呢在操作系统里面 我们是可以这个可以使用这个-S参数 添加这个静态的ARP地址项目 添加主机 那么一旦添加成静态的这个 静态的IP和这个MAC的对应关系的话 一旦添加了静态之后 那么无论你再怎么对它进行ARP地址欺骗 它都不会理你了 它都会指认本地那个静态的这个绑定关系 所以对于这种情况下呢 对于这个被害者的电脑 那么它做了ARP地址绑定 比如说它绑定网关 网关的IP和MAC 就是它的网关 就是它的IP和MAC的这个对应关系 你再怎么发这个伪造 它都不信了 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呢 ARP地址欺骗的这种中间人工具方式 就失效了 于是乎呢 这个AdlerPath的作者 就发明了这么样一种方式 叫做交换机端头窃取 这种方式的这个原理呢 这种工作方式的原理是这样 这是交换机 然后比如说这是我这个中间人的电脑 然后这是客户端的电脑 然后我们分别连在交换机的一个端口上面 这个时候 这种攻击方式的时候 那么这个中间人 我觉得它卡列的电脑 它运行AdlerPath的时候 它选择这种攻击方式 它会向交换机这个 它连接的这个端口 FLA 发这个泛红 也就大量的发包 发这个包是什么呢 什么样的包呢 也是ARP的包 那这个包的目的地址 是它自己的地址 我们之前说 介绍交换机和Harvard的这个区别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交换机和Harvard最大的区别 在于交换机端口 这有一小片内存 然后它会用这小片内存存储 它下连的这台主机的这个Mac地址 然后后续所有的包 它会查这些包的这个二层包头 二层包头指向哪个端口的这个 下连设备的Mac地址 与哪个这个下连设备的Mac地址相同 它就把这个数据包 只转达给那一个端口 这是这个交换机的这个特点 那如果说它收到一个包 这个包的目标地址 就是它下连的这个设备 那么这个包就会 只会在这个口上 进行一个这个 记录的一个更新 那么并不会把这个包 转发给任何其他的网口 任何其他这个交换机上的网口 都不会转发 所以我虽然泛红大量的发这个包 都发 由于我的目的地址 就是我这台机器本机 所以交换机并不会把这个包 发给其他的机器 其他机器不会发现这件事情 这个包目的地址是本地 然后它的原地址 原地址是谁呢 原地址它会设成这个受害者的这个地址 因为它会把这个原地址设成受害者的地址 如果受害者的地址 它的麦克地址啊 麦克地址比如说是这个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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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11 如果是这个这个这样一个麦克地址的话 那么大家可以设想 我这台机器以原地址是它的这个原地址来进行发包 目的地址就是我自己了 那么发到这口就OK了 不会往别的地方发 但是原地址会是这个麦克 那么会让交换机产生一个什么误解呢 交换机会 对我们之前最初说交换机学习这个它下连设备的麦克地址的时候 都是通过那个发出来数据包的原地址来进行学习的 那么当你泛红大量的发包 说我的这个 我的发出来的这个包的原地址 原的麦克地址都是这个地址的话 那么交换机就会更新 这一个网口 它的那个内存里面记录的内容 它会根据这个数据包的原地址来进行更新 你看数据包原地址是这个麦克 那么它就更新 说这个端口下连的这个设备 它的麦克是1.1 是这个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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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个麦克 而实际上这个麦克是它 而如果这个时候 有另外一台机器 说我要发包 我是连这个口上 我要发包 我要发给目标麦克是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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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的 这个地址的这个数据包 但是交换机 由于我这大量的发包 交换机会这个 不断的更新这个口 下连设备的麦克地址 你看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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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更新的最快最及时 你看这个夏连呢 麦克是谁呢 111111 你看那你既然你发来的这个包 是发给111111的 那我就把这个包转发给这个口 从这个口发给这台机器 从而通过这种方式 就实现了这个 这个端口的窃取 也就是把原本发给这个口的这个数据包 都转发给这个口了 好 那么这就是这种类型的这个 所谓的端口窃取 这种这个攻击方式 那么它适用于ART做这个静态绑定的这种网络环境 那么当然这个方向这么欺骗 让你把这个发给他的包发给我 然后我也可以反向反过来 再欺骗你 让这个发给你的包也发给我 所以这样的话就 但是这种呢 这种攻击方式它会产生大量的泛红 会大量的辅辣 这个 所以这个如果欺骗的对象多的话 那么它的效率其实是相对来说有点低的 但是这种攻击方式呢 由于它可以也可以双向做这种这个欺骗 就是大量泛红了 靠这个靠这个速度 靠蛮力靠尽快响应这个速度 所以它其实也可以实现双向 当然你如果想只实现单单向单这个半双弓的通信 可以 你可以只是发给我 然后你转出去 由它再回去 这样是可以的 但如果说你发给我 我转出去 然后我同时就欺骗它 让它把包回给我 然后我再回给你 这也是可以实现的 所以它既可以单双弓 也可以这个 既可以半双弓 也可以是全双弓 也可以实现全双弓 当然这种攻击方式 它的效率和这个RT比较起来 是要低一些的 这个大家要知道 然后最后一种 称为叫做NDP 这种NDP的这个 也是一种中毒的这个攻击方式 有点类似于 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理解 是这个IPv6协议 里面的这个RT地址欺骗 它也是通过一种 这个中毒方式 RT的欺骗其实就是中毒 我给你投毒 让你这个缓存信一个 假的这个地址映射关系 那么这个NDP呢 是IPv6层面的 这个一种这个毒化 这种这个这个攻击方式 既然毒化你 然后你就会把这个地址映射关系 做一个错误的映射 反而就可以实现中年人攻击 好 因为IPv6目前还是使用的比较少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过多介绍它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简单了解一下 这个AterTap 那么它因为这个软件 其实历史还是比较早的了 在很早版本的时候 就存在这个软件 存在这个工具 那么在2.4那盒版本以前的这个Linux系统电脑上面 那么当时情况是这样 如果这是客户端 然后这是我这个中间人 我只要向这台机器发ARP的这个Response包 响应包 说这个 说这个192.168.1.1 这个IP对应的MAC是一个什么什么MAC 我只要向它发 它就会根据我发这个包 来更新本地的ARP换存 我只要发它就会更新 但是从这个2.4那盒 这个以上的那盒 那么就这个Linux那盒里面增加了一个这个参数 如果那个参数开启的话 那么它就不会根据收到这个非 就不会根据这个收到的非请求的ARP来进行 这个收到非请求的ARP的响应包的时候 它就不会根据这个来这个更新本地的ARP换存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也就是说这个在2.4以前 不管我发明发ARP的request 我发明发这个 你只要给我来一Response 我就更新换存了 但是在2.4那盒以后 那盒里面增加了一个开关一个参数 你只要把那开关参数开了 那么如果说我没发ARP 对这个IP地址发ARP的这个request 而这个时候你给我发了这个Response 这个时候我是不会根据你这个Response 来更新我本地换存的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一定程度的避免这个ARP欺骗的这个发生 但是呢 这个你就我们一直说工房工房 两方面是博弈的一个过程 你既然2.4那盒增加了这个开关 如果你开了 那么这个设置是有效的 但是Altep这段呢 也更新了它的这个攻击技术 既然你不根据这个Response包 来进行更新换存 那我就给你发ARP的request包 利用request包让你更新这个换存 然后这是这个Linux系统 所以这个ARP直到现在的ARP的版本 那么还会使用这种方式 就如果说Response包不灵 那么它就会发这个request包 通过request包来让你更新这个换存 那么它会它的原地址 原地址会这个发是它的原地址 然后这个包收到之后 那么这台这个受害者的电脑 会根据这个原地址来更新这个ARP的换存 因为你要跟我通信嘛 所以这个它收到这个包 那么它就会根据这个包来进行更新了 所以这是对Linux系统 但如果说是这个Slowrace系统的话 那么Slowrace系统 它就压根不会根据ARP包来更新本地的这个ARP换存 那么对于这种类型的系统 那么AdelCab也有办法 它对这种类型的系统 它会先发一个ICMP包 也就是我先跟你通信一次 我先跟你发一个ICMP的通信包 那么既然我这个IP是什么 然后我Mac是什么 我发了一个ICMP给你的话 那你一定接收到这个包 你就知道了我这个IP对应这个Mac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你会根据这个SMP来更新ARP换存 虽然你不会根据ARP包来更新ARP换存 所以这样的话呢 也可以发送这种错误的IP和Mac的对应关系 使你的ARP换存中毒 所以这是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这么工房技术的这么一个对抗的一个过程 好 这个介绍的比较多了 然后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具体使用层面的这个使用的层面的方法 AdelCab这个工具呢 它的这个操作界面 我们说有四种类型的这个模糊界面 第一种 如果说你用AdelCab-T这个参数 用这个命令去敲的话 那么它会进入这个叫做文本界面 文本字图的这个界面 然后这个如果是加个-G的话 那么就是图形界面 如果是-C 那么它就是一个这个基于文本的这么一个图形界面 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这个文本界面 但是它把它做的呢 像一个这个图形化的这么一个感觉 有菜单有下拉等等这个效果 所以这是一个简化版的简陋版的这个图形界面 然后还有一个杠D 杠D呢就是一个D门 就是一个后台模式 它不会在前台占用一个窗口 它执行之后就会在后台运行 跟前台这个中端窗口就会这个解开这个关联关系 好 我们简单看一下这几个模式 Adcap-T的话 就是进入这个文本模式 所以所有的后续的操作都在这个字符界面 这么一个文本框里面来进行 好如果说是这个杠C的话 我们先说这个什么吧 我们先说这个杠G吧 杠G是一个这个完整的图形化界面 就是这样一个图形化的界面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你使用的这个Sniper的方式 是Unifield还是这个Bridge 这两种Sniper方式 以及其他的一些选项等等的 好 那么跟刚才这个完整的图形化界面相比较类似 如果说我们使用杠C参数的话 打开的就是一个基于字符的这么一个图形化界面 也就是这样 这也有Sniper 这也有Unifield的还是这个Bridge 这也有它的选项 跟刚才看的完整的图形界面下的完全一样 只是它把它变成了这么一个原本是字符界面 是在中端窗口里跑的这么一个界面 搞得有点像这个图形界面的这种感觉 好 所以这个呢 这种模式 杠C这种模式呢 我们就不单独去强调它了 只会一会儿给大家介绍它的这个字符界面 以及完整的图形界面 这两种使用方式 那最后一个杠D就是Demon 就是在后台面上 我们看不见这个前台的一个执行结果 好 在这个EtherCave执行的时候呢 你需要指定这个EtherCave执行的时候 那么它都要指定 指定一对 一对机器 就是某两台机器之间 在它们之间实现中间人 我们既然说中间人 那就原本是有通信的双方 原本是有这个通信的双方的 比如说这是路由器 然后这是这个客户端 那么原本他们俩之间 我上网的流量在他们俩之间来回传 那么现在我有一个中间人了 让所有的流量都经过我 所以当我在这台机器上运行EtherCave 想实现中间人的时候 我必须要指定我在哪两个地址之间进行中间人 所以这个EtherCave在指定这个你要中间人的这个目标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Target的时候 这个有这么两种指定的方式 如果是IPv4地址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个两个斜线进行分割 前面这放一个 前面这两个斜线中间 放一个这个中间人的这两个IP地址的其中的一个 1.1.1.1 然后后面这两个斜线中间放第二个 1.2 然后我要中间人我就在这两个IP之间中间人 但这两个斜线呢 这个IP地址前后这两个斜线也是有用处的 这个斜线前面你可以写它的这个MAC地址 如果你要指定说我就对这个MAC来进行这个 做LT地址欺骗做中间人攻击的话 那么你可以把MAC写在这 然后如果中间这两个斜线中间写IP 然后后面如果你还有具体的端口 我只想对其中80端口来实现这个中间人 或者只想对其中25端口实现中间人 或者多个2580 然后这个21 对多个端口这样也是可以 然后IP地址这也是可以多个的 1到10 然后这个再来个这个11 这样也是OK 包括后面这个IP地址也是一样 所以斜线前面是写MAC地址 然后两条斜线中间这写IP地址 第二条斜线后面写端口号 然后通过这样来指定第一个对象 这样就是第一个目的 第一个Target和第二个Target 在他们两个Target目标之间 来实现中间人在他们俩之间 窃取和注入信息 好 那么这是IPv4的地址情况下 如果是IPv6呢 IPv6地址就是三条斜线 三条斜线最前面还是写MAC 然后这个第一第二条斜线中间 写这个IPv4地址 但如果说你是IPv6呢 那这块就空缺了 然后这写这个IPv6地址 最后写端口号 所以这就变成三条斜线 所以这是IPv6地址的情况 IP地址你也可以写多个的 然后端口你也可以写多个 这都OK 好 下面我们就开始要正式使用 这个Addercap来执行一些操作 但执行之前 我还要再强调一下 它一个权限方面的问题 因为Addercap它有一个 这个主配置文件 这个主配置文件 主配置文件在 etc 这样 vi吧 vi etc下的 i per tab 下的i per tab 这样 OK 这是它的主配置文件 我们打开它 打开之后 在这个主配置文件的其实第一行 这里面有一个ecuid e cgid 就是Addercap 后续运行的时候 它会以哪个账号的权限来进行执行 那么默认它的配置是以65534这个ID的用户以及65534这个ID的组 账号的权限来进行运行 而这个ID对应的这个用户名其实就是Nobody Nobody我们都知道这个经常在web配置的时候 web服器配置的时候 会把web的进程 那么设置成使用Nobody这个账号 因为它的权限比较低 所以这个Addercap呢 出于安全性的考虑 那么只有在最开始启动Addercap的时候 它建立这个二层的socket的连接的时候 建立二层的socket的这个连接端口的时候 那么会使用root账号 因为只有root账号能够建立这个socket的连接 二层的socket连接 所以最初启动的时候 它会先调用一下这个root权限来执行 那么在root权限执行完 创建好这个二层的这个socket的接口之后 然后后续所有的这个工作任务 那么都会由这个Nobody账号的权限来执行 那么既然Nobody账号 它是一个这个受限 权限比较受限的一个账号 那么当我们在后续再使用Addercap 比如说我要做日志记录 那么你日志记录 你要写到一个文件夹里面吧 写到一个目录里面吧 那么那个目录 你就要设置那目录的权限 要让Nobody账号有权限往里头写东西 如果说Nobody账号没有权限往里头写内容的话 那么你的日志其实记不下来 所以这个这是出于安全性的考虑 但出于易用性的 这个我个人经常会把它改掉 就是因为使用Nobody虽然很安全 但是这个经常用着用着呢 你就会发现写文件也写不了 然后好多地方都受限 所以用起来会不爽 所以我经常会做这样的一个修改 把它改成这个UID和GID都改成零 也就是说从头到尾都以root账号的权限 来执行AtlPath 当然这个时候如果AtlPath它有漏洞 然后这个有人对它实施一些个攻击的话 那么由于你的是root权限 而它有漏洞被利用的话 那么别人获取到的权限可能也是root权限 所以这样造成的危害可能会比较大 但是这个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授课 在讲课做练习演示 为了方便起见 我在这里先把它改成零零 让它始终以root权限来运行 这样的话所有的功能不会有任何的这个问题 和这个执行不下去 写文件写数据写不出来等等这种这个异常情况 好 我们把它修改一下 也就是这个权限的问题 这是6534是吧 记错了 所以这个权限 大家可以按自己的需要 你如果不改的话也可以 让人家后续如果是写日制的时候 可能会出点小问题 那么AdlerCath呢 他也支持这个 我们刚才也说过了 他就支持这个ICCL的这个中间人 那么但是这里要强调一下的就是这个 基于ICCL的中间人呢 他也是需要伪造一张证书的 基于这个伪造证书 让你用这张伪造的证书 在中间人和客户端之间来进行加密 然后再由中间人和服务器之间 使用这个正常的服务器的证书来进行加密 但是在中间人机器本身 内部是可以这个解密 看见所有信息的明文的 但是如果是在这个网桥模式下的话 网桥模式是不支持SSR的这个中间人的 也就是说他只能SSR的中间人 只能是 只能在Unifair的 就是单网卡的模式下 可以去这个支持 这个Unifair的模式是可以支持的 网桥模式不可以 然后如果说这个 当然这个AdlerCath呢 他默认就已经这个伪造了一张证书 创建好了 然后放在这个软件里面去这个 如果需要用到SSR的时候 去用到来这个调用 这个事先准备好的这张位到证书 但如果说你这个时候你想说我要新建一张这个证书 原来那个证书老的放在系统里头 不想新建一个也可以 那么新建证书呢 你可以使用下面这一系列的名字 也是用这个OpenSSR 生成一个这个证书 1024A这个密钥长度 然后再请求证书 然后再生成这个X509证书请求 然后最后再修改一下扩展名 让它生成一个CRT的这个证书 好 这是前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XPath 一些基本这个功能 以及它的一些个注意事项 它的一些基本概念 概念性的东西到这基本上解除了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就是实操性的东西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XPath具体的使用方法 那么如果说我们现在想使用字符模式下来使用XPath来进行中间上攻击的话 那么我们就这样来输入这条命令 Ethercap-I 哪个接口 在哪个接口上 这个 因为我们目前这个是只有一个网卡 这个卡里的机器 所以我们只能用这个默认 默认模式 就是那个Unifir的模式 然后你的这个Unifir的这个模式的这个网卡 真听的网卡是哪个 就-I ETH0 然后-T -T刚才已经说过了 就是使用这个字符模式 Text 字符模式 然后-M呢 是指的是这个MITM 也就中间人 用哪种中间人技术 我们先说第一种ARP这种中间人技术 也就通过ARP地址欺骗来实现中间人 然后-Q呢 是这个安静模式 Quite 就是安静模式 就不会把所有的流量全都给它记下来 只会把那些个这个 这个 日志这些详细的这个流量记录都给它设计掉 只记录那些个重要的信息 比如说发现有密码啊 然后发现Hookie了等等这些重要的信息会记录下来 至于流量这个 所有的流量会全都记下来 然后后面跟上这个 中间人的那两个IP地址 然后在后面呢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加上一个-F参数 调用一个这个filter 也就是过滤 过滤器 过滤器我会稍后给大家详细说过滤器的作用 如果说你不需要的话 也可以不用这个过滤器的这个参数 如果说这个AirPad里面还集成了有这个二三十种这个模块 每个模块都可以实现一种这个具体的功能 那么如果你知道那个模块具体的这个名称的话 你也可以通过-P参数 然后后面跟上模块的名称 来添加进来 如果说这些都不需要的话 那么后面你就可以把这个执行的结果信息来进行一个记录 那么记录的时候呢 AirPad可以记录很多种格式的信息 首先-W参数 它可以把你所有的这些网络流量都抓下来 抓下来存成一个.cap的这个文件 然后这个一些个简单的日志信息 可以这个通过小L参数来指定 把所有的这些简单的日志信息寄到这个文件里面 如果说想记录所有的日志信息 你可以通过大L指定一个文件名 这个文件名里面就存所有的日志信息 如果说你发现了一个账号的密码 那么你可以用-m参数 后面跟上一个文件名 这个文件里面就存放所有这些个 这个message这种消息 这样一条命令就录造完成了 然后我们要修改一下APP 然后欺骗的双方都是谁呢 比如说我们还是欺骗我这台物理主题 1.114 1.114 然后欺骗它和网关之间的这个流量 不正确的 number of token in target 我们把这条命令重新操一下也许有些词谱有点问题 不正确的 number of token in target 大家稍等一下我来解决一下我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然后稍后回来 好我们回来 大概是这个Atercap它的这个新版本 目前在这个2.0里面 这个新版本的一个对指定target的这个格式做了一个修改 那么它现在似乎看起来是已经把这个IPv4和IPv6的这个target指定的方式都进行了一个统一 如果你指定的是IPv4的话 那么也是需要输入三个这个斜线 那么这个是我 我还是这个刚刚知道这么一个事情 因为之前的所有的文档里面都是 IPv4是两条斜线就OK 但是IPv6呢 必须是这个三条斜线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指定target它的这个格式修改一下 那这个Cali 2.0 尤其是这种这个开源的这种软件 那么它每个版本可能都会有一些命令格式上的一些调整 然后这个Cali官方在整合的时候呢 也许就把它的这些最新的版本 最新的这个命令格式就整合进来了 然后这个我们在使用开源软件的时候 一定是要如果使用不通 赶紧去查一下方式文档 然后发现其中的一些个变化 那么现在它的格式呢 就是这样一个变化 就是所有 第一个斜线前面放麦子 然后斜线后面放IPv4地址 然后第二个斜线后面放IPv6地址 第三个斜线后面放这个端口 即使你没有那些信息要写 那么这些个斜线也必须要站位 要站出来 好 那么这样的话 这条命令就格式就OK了 然后我们可以再增加一下日志记录吧 这个-w记一个cap 然后-l记录一些基本信息 然后-l记录这个所有日志信息 然后-m记录这些message 修了一下这两条斜线 好 这样的话IPv4和IPv6地址的这个输写格式上至少先是统一了 好 回车 回车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目前这条命令执行之后呢 他先做了一个这个网络地址的扫描 scan 扫描之后呢 这个发现两个主机 一个是这个1.1 一个是1.14 然后他们对应的这个IP和Mac地址都已经被扫描 先扫描出来 因为他必须先知道这个他们的IP以及Mac对应关系 然后一会儿才能做这个LP的这个气骗啊 伪造啊等等这些个这个中间人的攻击操作 好 这样的话命令就已经启动起来了 然后我们去我的物理主机上再看一下 ARP-A 发现现在我已经在被ARP欺骗中 1.110也就是Cuddy的机器Mac的这个 然后1.1Mac也是这个 我现在又被这个ARP-A 当然在这个界面上呢 我们可以按H H可以查看这个帮助信息 咦 怎么帮助信息不出来呢 我们不管这个吧 我们 我们得去找一个这个FTP啊 或者是这个SMTP啊等等这样一些个 这样一些个这个服器 大家稍等一下我先去找一下相应的服器 然后稍后回来给大家做这个演示 好 我们回来继续 重新来执行一下啊 我把刚才的窗口关掉 然后重新来执行一下 AtoCAP 然后-T 用这种伺服文本模式 然后-MARP 然后ARP后面呢 我们加一个remote remote其实这个参数呢 这个其实就是指的是 这个全双功双向的 双向流量都都要去这个真听 然后 当然你也可以这儿也可以写这个SIMBLE SIMBLE就是这个半双功 所以我们这儿要全双功 我们就来remote 然后-I ETH0 然后 指定目标 192.168.1.1 192.168.1.114 OK 然后我们可以记录一些日志吧 比如说这个-W 把所有的这个数据包都记录下来 存成发包文件 然后-L 这个存成loginfor 然后-L 然后-L 然后存成loginfor -l -e-c-p 扩展名我们可以不写 它会自动帮我们去填一下 然后-m 把这些message 保存下来 好-OK 回车 回车之后呢 那么这个- 先做扫描就已经说过了 然后- 现在LTP是欺骗就已经开始了 然后- 接下来呢- 我在这儿找了一个- 找了一个- FTP服务器 因为FTP是名文 所以我们先拿这个名文来看 我FTP 这个FTP服务器 这是我在网上随便找的 刚在首单里面找了一下 然后用户名我们随便写 我不知道这用户名是什么 密码我也随便写密码 我也不知道 但是- 不管我说的对的密码 还是错的密码 那么这些密码都会被从网上 这个进行传输 传输的话 那么就会被我们这个 已经做ARP地址欺骗 之后的这个中间人的这台机器 把刚才这条命令 加上一个-Q 直接加在这个后面就可以 也就是把那些个无关紧要的一些信息 都不要显示出来 然后我们再来试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试一下 好 这就是我们用这个 字符模式 字符模式下 我们所取得的 这个ARP地址欺骗的这么一个结果 好 这是字符模式下 我们这个命令要 多加一个斜线 因为最新版本的这个AdderPath 它的这个命令格式 有了一些变化 好 然后接下来 我这个字符界面 我们看完之后 它的基本使用方法也清楚了之后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图形界面 图形界面的使用方法 好 那么我们在字符界面 我直接按Q 按Q 应该是可以退出出来 但是它这个字符界面 这个AdderPath 现在这个功能是有点问题 也有可能跟我键盘有关系 总之现在就是不灵 没关系 我们下面来看它的这个图形界面 好 这是它的图形界面 图形界面 首先我们选择这个Unifair的 这个抓包模式 然后选择你要这个抓包秀探 还有转包使用哪个网卡 只能指定一块网卡 OK 这是图形化界面 那么我们先选定了Unifair的 这个单网卡模式之后 指定了Eth 这个网卡之后 然后下面我们要 在这个界面里呢 要先来做这个 一个扫描 主机扫描 主机扫描呢 它会把我当前 ETH0这个网卡所在的网段 来进行一个扫描 扫描之后呢 会生成一个主机列表 这是它扫描出来发现 我当前这个网段 一共有什么 六个IP地址 是活着的 然后我当前要对哪两个IP地址 做这个欺骗呢 一个是1.1 一个是1.114 所以我先选中1.1 把它加入到 Add to Target 1 第一个Target 然后再选中1.114 把它加入到这个Target 2 这样的话 就有了这两个 可以来做中间人的 这么两个机器 我下面 我做中间人 就是在这两个IP地址之间 做中间人 好 这个 host主机 选完了之后呢 然后我们来做这个 MITM 也就是中间人 通过LT的方式来做中间人 然后我们这儿选这个 这个remote remote呢 就是双向 双向通信 我都要抓 如果选下面这个 就只是这个 去 半双方 只是一个方向的这个流量 去获取 好 选OK OK OK之后呢 这个 现在就已经开始了 这个 这个中间人攻击了 然后我们启动 sniffer 这样的话 就后续在网上传输的所有的信息 都会被它秀探下来 好 我们重新再去FTP一下 user11111 dass 111111 好 然后来看一下 嗯 嗯 没有抓到 stop 然后重新再start 重新来一下 重新来一下 重启一下就好了 那么user就是user 然后密码 asd asd 好 这就是它的这个图形化界面的这个使用方法 然后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FTP啊 这都是这个明文的协议 明文的协议 当然FTP啊 telnet啊 什么这些 它都是可以 做这个明文协议的解码 然后把里面的密码给你提取出来的 这都没有问题 呃 但是如果说是ssl加密的这个通信呢 那么它可以把其中的 呃 这个 加密的密码给提取出来吗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呃 默认情况下 Atercap 其实是 呃 没有开启 srcl的这个中间人的 如果如何开启呢 我们需要使用到这个呃 编辑一下它的这个配置文件 在配置文件里把这个呃 功能打开 打开之后 那么它就可以去秀探 srcl的这个呃 通信流量 好 那我们先stop 然后 这个停止中间人 然后先退出出来 一会用的时候我们再重新进入 好 我们 用g-edit来吧 这个 看的比较直观一点 recognize 就是 这个我们已经刚才改过了 改成零了 那么下面呢 这个主配置文件的下面这些内容 像中间人相关的一些个参数配置 就是说这个把ARP的Storm 多长 Delay多长时间 延迟多长时间 就是10毫秒 然后这个什么 这个SMP 它的这个 还有什么这个DHCP 如果你使用DHCP的方式的话 它租期是多长等等 这都是关于这个中间人攻击的时候 一些参数设置 然后连接超时多长时间 然后缓存多长时间 等等 那么如果说我们想 默认情况下 这个AdderPath是根据端口来识别服务的 就是这些端口对应什么服务 然后它就会用相应的这个协议 的这个解码器 来对这个流量来进行解码 你只要使用这个端口 它就会使用相应的协议 这个解码器来进行解码 好 那么我们要选择到这个Linux 这一个section下 然后在这个上面是IPchains 下面是这个IPtables 我们在IPtables这个section下 把前面两个这个注释的这个警号给它去掉 去掉这个注释的话 那么这两条功能就会被启用掉 启用起来 那么一旦它启用起来的话 它就会去执行这个 基于SSL的这个中间人攻击 默认情况下 这是没有没有启动的 我们把它保存一下 保存之后 然后当我们再次运行AdderPath的时候 它就会去掉用这个修改过的配置文件 好 还是这个网卡 然后中间人 sorry 我们先要scan一下这个网络 它会把刚才指定的那个网卡下连的那个网段 整个做一个这个扫描 扫描之后 这是主机列表 然后把1.1加入到target1 把1.114加入target2 这样指定了这个做中间人的这两个点之后 然后对它们做这个ARP 欺骗 OK 然后来start 我们stop 再start 重新起一下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去登录一下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随便写一个密码吧 我们知道这个 163这个邮箱呢 登录过程 它是默认使用SSL登录 所以这个过程 它是 是这个SSL的流量 如果说我刚才的那些个配置是这个生效的话 那么我这输入的账号和密码 一会儿就会被抓获 过去到 好 我们回来看一下 OK 没问题 我们刚才向这个 这个mail.163去进行登录 然后我的拥户名 我刚才输入的密码 当然这个密码是错误的 但是你输入的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都会被记录下来 那么这是在这个开启了SSL的这个情况下 好 那如果没开启SSL呢 我们再试一下 没开启SSL能不能够抓获到这些信息 我们再把那两个注释给它加上 好 这两个警号加上 再选择UNIFEAR的 然后主机扫描 扫描完了之后 选择TARGET1和TARGET2 1 所以TARGET1 114 所以TARGET2 然后对它们进行ARP 注意双向 OK 然后STOP 然后START 这些选好之后 然后我们回来再次登录 这还是刚才的 刚才抓到的那个信息 我们再换一个密码来试一下 还是抓到了 那说明这个过程是没有启动这个SSL HTTPS 那么换一个试试 https3w.com 这个是https的 好 我们手机号 比如说这个138123456718 然后密码123456718 人 OK 点登录 再看一下 那么这是https的 那么如果说没开启的话 这是抓不到 如果开启的话 就是可以抓得到 当然也有可能抓到的是一些个 这个 抓到的 也许还是一些个密门 好 这就是这个 关于https 如何来开启 它的这个 抓取流量的 这个抓https加密流量的这个功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DNS漆片 那么 AterPath我们说它也是一个这个集成式的这么一个工具 那么它里面也是包含有这个DNS漆片这个模块在里面的 那么它是以一个插件的方式存在的DNS漆片 那么具体DNS漆片哪些个地址啊 那么可以到这个配置文件里面来对它进行一个配置 就是你要欺骗哪些地址你先要在配置文件里写好 然后再来调用这个模块去实施这个漆片 好 我们记得 EPC下在AterCAP 然后AterCAP.DNS 这是这个DNS的这个 DNS漆片的这个配置文件 好 在这里你可以指定你想要欺骗的这个域名 比如说3的 微软 微软.com 比如说微软.com呢 我们把它改成是这个192.198.1.1 然后这个星.微软.com 我们都把它改成 1.2.198.1.1 然后3w.微软.com 这个ptr记录 反向ptr记录 我们也把它写成是192.198.198.1 OK 然后改好了这个配置文件之后 那么我们通过 Blogin来漏的一个Blogin 来漏的一个Blogin 漏的这个DNS-Spoof Blogin这个插件 DNS-Spoof 好 双击它 前面出现了一个星 表示这个DNS-Spoof 这个欺骗插件 就已经启动了 Active这么一个插件 然后既然已经Active了这个插件 然后呢 我们来去在客户端 去访问一下 3w.microsoft.com 没有被骗了 我们可能需要重新启动一下的 DNS-Spoof 插件 好 重新再来一遍 1.114 没错 Target1 Target2 然后中间人攻击 然后 Stop Start 然后插件 漏的一个插件 哦不对 管理 管理插件 DNS-Spoof 激活这个插件 我们先拼一下 拼一下 拼一下 3w.microsoft.com 没有生效 我们换一下 我们换一下这个住宿界面 再试一下 我们换一下这个住宿界面 DNS-Spoof DNS-Spoof ActiveDNS-Spoof插件 这个我们执行命令的时候就直接把它给调用出来 DNS-Spoof IT-Config 实际就会被自动 实际就会被自动承订向到 换掉图 重新打开 3w.microsoft.com OK 这样的话就被充电影到我们的路由器 192.168.1.1 那个登录界面上去 OK 那么刚才我们通过图形化 以及字符界面 那么已经获取了一些个这个密码的信息 然后这些密码的信息呢 有获取下来的信息 我们保存通过-w参数保存这个抓包文件 然后通过-l和-l来保存这个log文件 然后又通过-m来保存的这个message文件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些文件都是哪种类型的文件 就是刚才发生的欺骗 这都有显示 好 我们ls看一下 我们chat-message chat-message你会发现这个message里面显示的 就是我们刚才执行程序的时候 记录下来的这些 我们刚才输入的这个ftp的username、password 以及如果说后续你在做htps的这种这个中间人攻击的话 记录下来的信息 这些个message都会被显示出来 但是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lslog 是显示log之类的 我们会发现log 这个loginfor以及我们删掉几个 这是刚才重复了 算了就这几个吧 那如果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随便吧 随便来cat一个t 你会发现这个文件 其实它是一个加密 那么里面的内容是不可读的 包括这个ecp 我们cat一下 刚才cat了一个eci 然后现在我们cat一个ecp ecp这个是一个所有日志的这个记录 你会发现这些个文件格式呢 里面都是一些个这个加密的信息 虽然有一点是明文的内容 但是大部分都是加密的信息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去读取 那么我们记录这些个log有什么用呢 实际这些个log文件呢 它不是通过这个文本编辑器去直接读取的 而是通过这个adlog这个命令来进行读取的 比如说我们查看这个已经获取到的密码 那么可以通过这个adlog这个杠小P 然后跟上这个eci文件 这个eci文件里面是没有这个没有密码的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eci 这里面有记录这个账号和密码 那么所以它是通过adlog这个命令来进行读取 并不是通过文本编辑器直接就能看 然后另外像eciP呢 eciP如果说我想查看eciP 因为eciP格式是这个所有的日志 所有的日志里面就会记录哪些 产生了哪些个这个网络连接呀 网络这个流量呢 这些信息都会被记录到这个log文件里 那么这个log文件呢 如果想查其中的这个所有的网络连接 那么可以通过-c这个参数来进行查看 adlog-c eciP文件 我们随便找一个eciP吧 好 这个eciP里面就发现这个地址和这个地址 它的这个端口和这个端口 21端口建立了连接 总共建立了两次连接 然后它们的这个原端口不一样 也可以通过这个查看日志里面建立的所有的这个连接 ls 新.eciP 看看还有其他的eciP 这还有一个 这里面的连接啊 这里面的连接就会多一点 那么1.114这个IP地址 这么多的这个外部的IP地址产生了连接 它的53端口443端口21端口 这都是刚才网络流量里面日志记录下来的内容 当然你也可以这个把 如果你知道了有哪些个连接的话 你可以基于这些连接 然后把这个连接里面传输的那些文件 可以把它给提取出来 你可以也可以使用这个Aterlog 因为我们刚才这个没有传输文件 所以这个我就不给大家做演示了 文件格式 这个命令格式大概就是这样 Atercap-b-ns-f 然后TCP 你先是要通过这个-c 这个参数来查看都有哪些连接 那么如果发现其中有这个传输文件 比如说这个通过20端口 因为这个我们知道 21端口 FTP21端口是用来传这个指令的 然后20端口是用来传数据的 所以如果说你发现有连接 那么是通过20端口来进行这个连接的 那么一定传的是数据 那你就可以通过这样格式的一个命令 然后把这个里面传的那些文件的内容 直接给它筛选出来 就是传的如果是一个word文件 还是一个zip文件 然后还原出来这个文件呢 那你可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格式 然后你可以再用这个操作系统的fail命令去查看一下 AA到底是一个什么格式的文件 是一个压缩包还是一个执行程序 还是一个什么这个文档等等 什么样格式的程序 好这是日志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是一个这个filter filter呢是一个筛选功能 那么筛选功能呢 在Adler Cap里面 它是有专门一个这个 类似于脚本语言的 这么一种这个筛选的 这个筛选文件编写的这个脚本语言 利用这个脚本语言 我们可以编写自己的这个筛选文件 你可以按自己的需要 在这个数据包里面 筛选任何你想要的这个内容出来 那么默认情况下 在Adler Cap里面 已经默认包含了一些个 默认情况下 在Adler Cap里面 已经包含了一些个这个 这个filter文件 那么这些文件呢 都放在这个目录下 那么这些个凡是以这个filter什么什么 那么.filter的这些几个开头的这些文件 那么都是它的筛选文件 那么我们重点 今天我重点给大家介绍 这个就是Adler Filter.ssh 这是用来做ssh这个版本 一个过滤的这么一个这个filter 筛选器 我们用gid把他打开 这个文件就是一个文本文件 这个文本文件里会使用这种类似于脚本的语言的这么一个 这个就是一个脚本语言来进行这个文件的编写 也会有一些if if这个IP Protocol协议是这个TCP协议 然后基于这个if再去判断 if这个圆端口如果是22的话 那么而且并且if replace替换这个ssh1.99替换成这个1.51 那么我先解释一下这个filter 它是在做什么用的 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ssh 其实是分两个大的版本 一个是这个我们所谓的叫做ssh1 这个版本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ssh2 这个版本 那么其实所谓的ssh1版本 实际是ssh的这个1.51这个版本 如果说你搭建了一个服务器 那么开启了ssh服务 那么 如果你使用ssh1.51这个版本的话 那么如果我用一个扫描器去扫你的这个服务器的话 扫你这个22端口的话 那么会扫出来 说你这个ssh是一个1.51这个版本的ssh 那如果你使用的是二点几版本的这个ssh的话 我也会扫出来 但是有一种配置 就是在ssh的这个配置文件里面 如果你配置不当的话 有可能把它配置成既允许用ssh1来连接我 也允许用ssh2协议来连接我 所以在对于这种 在对于这种提供的ssh服务的这个服务的话 那么它的版本号会显示ssh的这个1.99 显示1.99的这种ssh服务它既可以支持ssh1连接客户端的ssh1连接也可以接受客户端的ssh2连接 如果说现在你看到这么一个服务的话 那你使用一个客户端 ssh的客户端去连接的话 那么当然你发起连接 服务器会给你想用 说我这既允许1又允许2 然后客户端呢 当然客户端处于安全的角度 也会选一个自己所能够支持的最高版本的协议 如果能支持2 那么客户端一定会使用版本2去连接 那目前这个我们没有办法 包括Altepad也没有办法对ssh2的流量来进行这个解密 做中间人 它只能对ssh1这个版本的这个流量来做中间人做解密 那对于像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 这是一个服务端 那么这是客户端 服务端开了2端口 我们一扫呢 是这个1.99 那么我使用客户端去连的时候 那么客户端也会默认选择这个高版本 如果客户端支持2的话 那么他就会这个使用2这个版本 ssh2去连接这个服务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呢 如果说我们现在在做中间人攻击的话 我们在这做中间人攻击的话 那么就会希望说你不要使用2 你使用1.51 也就是ssh1 如果你使用ssh1的话 那流量经过我 我就可以使用atrcap里面的这个对ssh1能够解码的这个能力 把里面的这个密码啊 账号密码啊 然后传出的指令啊 等等这些信息都可以在本地给它截获下来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用到这个filter 因为默认嘛 默认大家以客户端你也会使用这个这个就高不就低 都会尽量使用2这个版本 那如果说我现在这个经过了这个中间人的电脑的话 那么中间人上面我们就可以制作一个这个filter 这个filter的作用呢 就是把你你要建立这个 你要建立2的连接 我就把你硬改成是这个1.51 如果你要连的是这个1.99 我也把你硬改成是1.51 这样的话就可以导致客户端的电脑 始终使用这个不安全的SSH1 这个协议来进行连接 那么既然你使用不安全的协议 那我就可以中间人 我就可以秀谈你 所以在这个AtherPath里面默认机场的这个AtherPath filter.SSH它的作用就是这样 1.99是1.2多支持 1.51是指支持SSH1 这个2当然就是指支持SSH2 所以它的判断呢 就是如果说你这也是二端口 然后如果说你连接的是这个1.99 这个目标协议 这个协议版本的话 那我就给你替换成1.51 我就强迫你使用第一版本 因为第一版本我可以解密 然后同时显示一个消息 说SSHDung 这个Dunggrade 就是降低了 从这个版本2降低到1了 否则的话 就搜索这个Data 搜索Data里面是否有这个SSH2 如果说有2的话 那你就肯定是降不下去的 所以这个就显示一个信息 你说服务器只接受SSH2 这个版本的连接 对这个我们就可以放弃了 不用考虑了 这是中间人不了的 那如果说这个显示的是 本身就是1.51 那就OK 因为你使用的本身就是一个不安全的协议 我就直接可以中间人了 Ethercap本身就可以对它做这个中间人攻击了 所以这个filter它的作用 就是当你在使用了1.99这个版本的时候 实际它是支持1也支持2 然后我会强制把你1.99改成1 不让你用2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中间人了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 其他的这个filter文件 也跟这个类似 都是这样的一些的这个脚本语言 然后对于这样一个这个脚本 编写好的这个脚本过滤文件呢 我们需要对它做一个 类似于编译的什么样一个操作 把它编译成一个Ethercap 可以去读取的这么一个格式 那么具体的命令就是这样 使用Etherfilter这个命令 大家注意这是又一个命令了 把这个这个这个原文件 把这个filter这个原文件 把它进行一下编译 然后输出成为一个ssh.ef ef就是一个编译后的这个文件的格式了 好我们回车 ssh.ef 然后会看到 它已经做了一个大概的编译 当然这个还有些是明文的 大概还可以看到一些内容 但是这个也有一些编译之后 是我们这个无法读取的内容了 然后有了这个ssh.ef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编译 ssh.ef到root目录下 好备到root目录下之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执行命令的时候 执行Ethercap命令的时候 调用这个filter 好 后面这些日志我们先不要了 不要命令看起来太长了 然后后面加一个-f ssh.ef 如果命令这样去执行的话 那么 如果在后续发生了 有ssh.ef 这样的这个协议连接的时候 我们就会调用到这个filter 把它改成是1.51 这个版本 从而可以秀探到里面的账号 以及密码 对不光是这个操作系统 不光是这个Linux操作系统 会有这个问题 包括我们大量配置的这个四颗交换机 里面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有很多网络管理员 他们根本就不懂得这个网络相关的 这个安全相关的这个问题 所以在他们配置出来的这个设备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四颗设备 其实都是显示的是ssh的这个1.99 这个版本 那么他们个人以为 这个版本呢 就是一个安全的版本 但实际实则不然 完全可以被这种filter修改一下 就把1.99强制改成1.51 从而就可以秀探到里面的账号 密码 你对交换机发送的所有的指令 就都不会出算出来了 那么因为这个包括metasupportable 这个把机里面存 这个把机里面使用的这个ssh 都是这个2.0版本 ssh2这个版本的协议 所以我这个没有找到 目前一时没有找到这个使用1.99版本的ssh 所以在这就没有办法给大家演示实际效果了 但是它的这个使用方式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这样 这个使用起来还是很清晰的 而且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来自己去编写这个你的这个过滤器 它的内容 比如说如果说你想替换这个所有的页面中的文件 这个图片的话 那么你大概可以类似于像下面这一段的这个脚本的内容 可以去编写这样一个这个filter文件 然后再给它这个用atterfilter给它稍微编译一下 然后生成一个ef文件 然后用attercap去调用 比如说你可以写成这样 这是替换http协议这个数据包内容的 这么一个filter 如果你调用了这个filter 在后续凡是有这个http流量里面 有imagesource等于什么 那么就会把imagesource等于什么 替换成imagesource等于http 冒号1.1.1下的1.gif 替换成这个文件 这样的话你将如果用了这个filter的话 那你将在后续所有的网页里面看到的所有的文件 都会被替换成这一张图片 好 那么在这我就不给大家做逐一的这个演示了 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去自己遍及一下 好 因为这个时间已经有点长 然后我要把后面的内容都讲完 今天要把这一张的内容结束掉 好刚才呢用了这个 这一段时间给大家介绍的都是基于ARP这种这个中间人攻击方法来实现的这个攻击效果 但是这个地方我想再多说一句 就是你可以替换http协议里面这个图片 当然你也可以替换http协议里面传输的所有的exe执行程序 你可以把所有的exe执行程序都替换成一个后门程序 后门的这个exe程序 那么这样的话 一旦我通过这边这个对你做中间人攻击 那么作为我这个Wenbar这台这个系统 它已经被这个做中间人攻击了 然后并且这个中间人呢 在里面又加了这么一个filter 这么一个筛选过滤器 然后把里面所有的凡是有什么.exe这样的这个下载执行程序的这样的http流量请求 那么都给替换成了存放在这个hacker电脑上的一个后门程序 那么这样的话 我无论下载什么程序 下载到本机都变成一个后门程序了 然后当我去双击执行它 以为是正常的这个软件程序的时候 那么当我一执行就执行了一个后门 这样的话就被人控制了 所以中间人这个攻击呢 这也是一种像这个流量里面去注入内容的这么一种这个攻击方式 和刚才我们用这个上一个小节用mitmif来实现的那个插脚本代码的这个效果类似 它也是可以替换这个执行程序的 好 那么这些我就不给 因为时间的问题啊 现在已经比较晚了 这个因为时间的问题 我就不给大家做这个实际的这个实操的演示了 是把这个概念给大家说一下 好 那么除了ARP的这个中间人攻击呢 我们还可以使用SIMP 刚才也说过了 BHCP 然后这个端口 这个偷交换机端口 然后还有NDP 那么对应 如果你使用SIMP的话 那么大概它的命令格式会是这样 -m 然后ICMP 后面要跟上一个Mac地址 以及一个IP地址 那么这个Mac地址和这个IP地址呢 就是这个真实的网关的IP和Mac地址 所以这是这个使用SIMP 这个中间人攻击方式的时候 你的命令大概会是这个-m参数者 大概会使用这样一个格式的命令 那如果说是这个DHCP的话呢 那你就需要-mDHCP 然后冒号后面是你的地址池 也就是说 因为你要把自己伪装成DHCP服务器 那你给下面的客户端要发放这个地址范围的时候 发放哪一段的地址 然后这地址的这个死网研码是什么 然后这一个这个获取地址同时 你指给它的这个DNS服务器是什么 因为有你这个AutoCAP这台机器去这个实施的DHCP这种这个中间人攻击 所以它的网关默认就是你这个中间人的这台机器 它的这个IP 好这样的话受害者呢 获取到的IT是这一段的IT 研码是这一段是这个研码 然后DNS是这个DNS 但是网关就是那个中间人那台电脑 好这是-port 就是这个端口端口偷交换机端口这种攻击方式 就是这个-mpod 然后第一个IP 第二个IP 在这两个IP之间来进行这个中间人 那如果是这个NDP 也就是IPv6的话 那么它命令格式大概是这样 中间要写的就是这个IPv6的这个地址了 好这是其他几种类型 那我就不注意给大家做演示了 然后我们来看最后 最后一个本章最后一个这个知识点 之前我们说的给大家介绍了 各种暴力破解 然后又介绍了各种这个为了省事做嗅探 直接嗅探破解 然后嗅探当中呢又有明文的嗅探 以及这个加密的密文的嗅探 那么像这个SSL啊 SSH这种加密的流量的这种修探 那么之前都给大家介绍了 包括一些个中间人的其他的攻击方式 也都给大家介绍了 那么这个实际呢 还有一种这个所谓密码破解的这个方式 那么这种密码破解方式呢 其实不是破解密码 因为我们去做这个密码破解的话 在之前内容大家都已经看出来 密码破解有可能要消耗大量的时间 大量的计算资源 这个时间要消耗很长很长 有可能几乎 有可能是不可 就不可能破解出来的这个结果 所以消耗的资源太大 然后最后有可能是失败的结果 然后另外呢 使用这个 另外我们发现在某些个应用 某些个系统 他们会使用这个 每次提交密文的方式 来这个提交相同的密文 向服务器来进行身份认证 比如说像这个NTRM 那么这是Windows 进行身份认证的一种 这个哈希加密方式 那么这种加密方式呢 其实经过研究发现 它是没有加盐的一种静态的哈希 也就是说 这个我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也就是说 如果这是一台Windows电脑 这是另外一台Windows电脑 然后从这台去远程登录 这台Windows电脑的时候 你第一次登录 第二次登录 那么在网络里我们说 传输的都不是这个 身份认证的时候 传输的都不是用户名 和密码的这个名文 传输的密码都是 经过哈希之后的密文 那么但是ntlm呢 它是没有使用加盐的方式的 所以它每次传输的这个密文 其实都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 一旦你获取了这个密文的话 那么你可以在后续 每一次的登录的时候 就不用提提交明文的 不用在这提交明文的这个 呃 账号密码 你可以利用一个工具 直接提交一个密文 因为每次提交这个密文都是一样的 你可以利用这么一个工具 然后每次提交密文 直接给这台机器 然后也可以获得成功的身份认证 而且这种情况在企业环境下 因为企业环境下 要部署大量的这个PC机 那么通常企业的这个网络管理员 都会呃 如果同一型号 硬件型号的这个机器的话 企业的网络管理员都会 先给一台机器安装系统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ghost ghost完之后 就对其他的机器都去ghost ghost 所以这样就会导致 所有机器的这个里面的账号的密码 其实都是相同的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你只需要获取一台机器的 它的这个密文 也就是哈希值 获得它的哈希值之后 然后你就可以利用 这个一种称之为叫做passed hash 也就是传递哈希的方法 来进行身份认证 有这么一个工具 那么它可以通过 直接传递哈希 给这些目标 说我给你一个密文 具体名文 这个解密出来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可能我的计算资源也不够 我也这个没办法把它解密出来 但是不知道 这个名文密码也没关系 我每次就用这个密文去发给你 因为你每次都传同样的密文 完成身份认证 那我只要知道这个密文就OK了 我不知道明文我也同样可以跟你身份认证 然后登录你访问你的资源 对你进行操作 所以这在企业环境下这种问题会更加的严峻 所以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 就是本账最后一个演示 演示一下这个这个操作的这个攻击方式 我们使用这个温期吧 首先我们先直接获取它的这个密文哈希了 它就获取哈希之后 然后利用这个哈希去使用Path的hash这个工具 这个通过密文直接就登录到目标系统上 好 我们我们用这个SAMDOM这个工具来获取它的这个哈希值吧 我们只给它一个光盘 用光盘来启动 然后获取它的哈希值 对吧 空间的汽值 好,稍等一下,马上就会起来 好,起来之后我们来直接获取这个W7的哈希值 我们还是Mont,这个操作在之前都已经给大家介绍过 所以这里面我就直接做了 sdl,cd到windows目录下的这个system下的config 然后用sumdum OK,我们查这个W7这个账号 用这个账号来获取它的这个哈希值 我们还是用这个NC来传一下吧 1.111 我们这边开NC接收一下 我是1.110 然后NC-NVLP3.3 来接收 然后NC12.668.1.110 它是3.3 然后把这一段内容复制粘贴过来 好,拿到这一段这个 我只要拿到了这段这个哈希值之后 然后我就把这个温期给它光盘释放掉 然后重启 重启进入windows 然后我下面就用cali去利用它这个密文 密码的密文形式去登录 windows系统 那么这种方式其实是在这个身份认证 密码加密设计方面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每次你虽然把它加密成哈希了 但是每次提交的时候都提交相同的哈希 这等其实等于没有加密一样 因为别人只要获取到你这个这个加密之后的密文 你每次传的时候都不变 它只要还是锈碳 锈碳道的密文跟锈碳道的明文 其实使用起来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 直接封锡一下吧 温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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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这个IP地区 还是1.111 没变 然后 然后我们这个把接台机器的防火墙先关一下 因为如果你开着防火墙的话 是谁也连不上来的 其实你有正确的账号密码也连不上来的 所以先把防火墙关掉 然后就OK了 这边的账号密码 这个我现在作为这个攻击者 我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只是抓到了它的这个密码的密文形式 密文形式是这一串 好 那么下面我用这个 呃 past hash win exe win exe 然后用这个名列 实现远程登录 好 我们把这一段刚才传过来的哈记纸复制一下 诶 注意 用户名和密码 我们刚才结货的只是密码 然后这个用户名呢 叫w7 然后用户名和密码之间用百分号来进行隔开 然后把这段密码给它复制 粘贴到这个用户名后面 用户名和密码之间用百分号来进行分隔 然后你要连的目标机器 它的APP是多少 192.168.1.111 然后 这条命令的意思是说我用这个命令 然后使用-u用户 用户是谁呢 w7 然后它对应的密码 明文密码我不知道 但是密文不知道 是这一串东西 因为由于NTRM这个 它是不加盐的哈希 所以每次都使用相同的这个哈希值 所以我就用这个密文来进行 跟目标估计来进行身份认证 我不需要知道它的名文 然后具体呢 这个我要使用这种杠杠 然后IP地址这种格式指定目标IP 大家注意这种past hash 这种这个身份认证方式呢 只适用于目前发现的 past hash 它只适用于这个windows系统 Linux系统是没有这个past hash 这种这个 是一种攻击方式 没有这种攻击方式的 只有windows有这个安全问题 然后连接上它之后 指这个身份认证成功之后 我要在目标系统来执行一个指令 那么就是CMD CMD也就是拿到它一个shell 来获取它的一个命令提示 提示符的这个命令行 回事 OK 就这么简单 就直接获取了 然后我已经看到了这个命令提示符了 然后IP config 这个 看一下 我已经在了1.111接台机器上 甚至我可以 这个shutdown-f-s-v这样 shutdown-f-s-t这样 哎 关机了 我已经远程给它关机了 所以其实我可以对那台机器做任何的操作 好 那么这一章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 那么我们最前面给大家介绍的是各种暴力破解方式 然后各种暴力破解工具 然后又介绍了各种中间人秀探 然后最后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不需要密码破解 你拿到了密文也同样可以完成身份认证的这种past hash 这种密码的破解方式 所谓的破解方式 实际是没有破解 只是通过这个算是一个漏洞 算是这么一个漏洞 然后利用这个漏洞 拿密文就可以进行完成身份认证了 好 那这一章的内容呢 到本周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下一周我们开始进入新的一章内容 好 谢谢大家 我觉得解释一下 小块 看佛 在第一章内的亲历子 开始 北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